电影里最强的超级妖剂是什么 普通人也能变成超级人类 最后一款主力成绳 超级妖剂排行第五名 超级士兵血亲 超级士兵血亲可以让人拥有 超乎寻常的治愈能力 并且不会感到疲倦 血亲强化了形成代谢的机能 能够将肌肉中造成疲惫的物质 完全代谢掉 治愈了普通人无法想象的耐久力 可以使用每秒跑26.6米 最高时速可达96公里每小时 也正是因此美国队长能够以 假死状态被冰封70年后海人重生 超级妖剂排行第四名 猩猩猩猩猩猩可以当黑豹 与克鲁苏神话中的暴神 法斯特建立兄弟连接 黑豹正式获得了暴神的庇护 因此获得了超越人类的力量 速度耐力和反应 并对于魔法有抵抗能力 与越光骑士电剑越少 一个道理 超级妖剂排行第三名 NTZ48 NTZ48出现在电影《永无止境》 它能够启动大脑中的潜能 并在30秒内刺激大脑神经末梢 打通你的每一个神经关节 和每一个细胞 让你拥有过目不忘的记忆 可以让你在三个月时间内 掌握人类几千年来的所有知识 超级妖剂排行第二名 5号化合物 5号化合物 难至于黑袍救头队 这个妖剂就非常离谱了 可以大批量生产超能力者 而且觉醒什么超能力 全凭运气 颇有开芒合的感觉 超级妖剂排行第一名 CPH4 CPH4可以增强大脑的使用率 并且赋予你能够想到的所有超能力 CPH4是一个可以接受 生命奥秘的物质 使用它会加速你的大脑开发 一旦大脑开发到百分百状态 等于说无人能力 心神降临 在这个时候 已经不需要肉体的支撑了 直接成为了量质形态的能量体 不要问我在哪里 因为我无处不在